就是说没钱是个很大的问题 按说搞音乐不就是热爱吗 对吗 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会感觉 比如说我们平常看的多的是外国那些MTV啊 就Music Video那些东西 相比之下你就觉得我们这种这个民间乐队啊 你看很多好像说他们 那包括一百多个职业 这都是白天当程序员啊 周末去演出啊 演出挣的那个钱 连来回交通费都不够 它是那么一个状况 你们当年发季的时候 是不是也挺多这是不是的 我们是这样 就是迟到零 我印象里从零八年之后 这个圈才可能有点 就是从经济收入上 还能建了点章 就是他们叫建章就建了钱 之前基本上就黑了巡演 这种巡演就是没有什么收入 确实是的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么零八年奥运会的春风之后 这个音乐节的 叫井喷他们叫 这确实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命运 音乐节从一年一个到两个 到现在一年有上百个音乐节 那这乐队能在一些音乐节的 更大的舞台上出现 是改变了这边的命运 我们那会从两万涨到四万 八万十万 然后十五万 然后二十万 成本就涨 就在零八年到一一几年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变化 那怎么现在你都当美妆博主了呢 卖起化妆品来了呢 因为就这么变化 感觉录像还是很窄 因为杨红音乐 他目前来讲 他不是一个主流文化 还有刚才 就我们聊天之前 我们也说到一个问题 那这些人不做杨红音乐 就会变得富有吗 我认为这个是没有 可以没有什么概论的 你刚才讲这个音乐节啊 我就听说过很多八卦啊 这个音乐节竟发生事 这个事呢 很反映中国音乐生活的现状 就是你比如一个音乐节 好比有个义军 他是这个流行个性 那他那帮粉丝呢 提前都把前排都挤占了 然后比如说你们这摇滚乐队 你们的粉丝在后边呢 你们先上场唱了半天呢 底下没反应 底下没反应 可能就因为某个乐手 开句玩笑 说你们都是来看义军的吧 哇 就炸了 然后两帮粉丝在这个 经常有这样的事 你听说过吗 之前是 对 这两年也在出现 在网上互骂 互相瞧不上 对对对 什么让你滚出娱乐圈上 两个群体的不同 对 两个群体的部分 他们会把这种文化现象 就升级了 我觉得这事 就其实太紧张了 我之前评价过 最早中国的 就是音乐节现场 或音乐现场过于紧张 为什么 大家感觉是在发泄 我看上演出 我感觉我就爽了 我真是汗出去了 那个时候 其实国外已经变成 一个休闲式的了 就是我的假期 我要选择 我要去的地方 我要去哪玩 对 当这两年 中国才开始出现 这种放松的状态 但目前可能 从音乐标杆上 还是有点太紧张 你是流行 我是摇滚 他是嘻哈 你是民谣 然后或者我们 有各种各样的段子 对吧 大家可能网里看 我那种互相 你造进我的段子 但是更经典的段子 是嘻哈火了 后来嘻哈稍微到落寞了 你发现嘻哈那边 去听民谣了 这是我听过 最扯的段子 但Live House里 还真是有这样的情况 去年听的是嘻哈 第二天他安静地坐在上听民谣 人的这个音乐审美 是随着年龄会转变的 而且那个音符 或者是这个和弦 或者一个风格 它并不承载你的那个部分 你想你的情绪 或者其实那都是你赋予它的 并不是那个东西 它本身有什么比试什么 或者我比你高级 不就是一点声音的震动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没必要的 比如说你喜欢就可以听 不喜欢至少还是要尊重别人的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 就是说你们这个内行 真的是这么想吗 比如说一个内行的画家 他心里当然也是有个高低的 某种东西太甜俗了 是吧 某种东西就是艺术的高峰 但是这个东西啊 你跟这个歌迷们怎么聊 不是说发生过那个事吗 周杰伦演唱会上 就说让他唱什么 最后让他唱个什么 学猫叫是不是有那么个歌 我不知道 网络 对对对 一起学猫叫网络神曲 其实也是个娱乐 对吧 但是呢 有些周杰伦的歌迷就觉得 他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这么样的奇耻大辱 是今天的人们这个审美 都的音乐审美 都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就有个小哥们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那个 就是说看这个网易云上面 七大音乐榜啊 他说你就看那个 那个抖音 神曲的那个榜 点击量 我不知道他是哪年做的统计啊 点击量 两 二点六个亿 他说这个量 是其他七个榜 还是六个榜 加起来的总和都达不到 所以他就说 那么你能说这个 咱们学猫叫 咱们学猫叫 这东西就真的代表什么呢 代表人民群众喜 喜闻乐见的吗 我觉得其实乐迷来说的话 歌迷有时候还觉得 真理总是掌握在 少数人这一边为荣吧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说那时候 喜欢听摇滚的时候 比如说听唐朝的时候 就会觉得 比如说我们班级 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生 会听唐朝 我们就会觉得 就是好像你听摇滚 你就是有脑子的 就是你就是有想法的 你肯定会有这种标签在哪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特别赞同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误读 我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听张楚 前几年在上海 他办过一场 特别激动地去了 就跟我朋友去了 然后听完以后 我还特别激动地 写了一篇文章 发在腾讯大家 20年归来者是谁 我自己写得特别澎湃 特别激动 我朋友拿给张楚看了 他给了三个字 没看懂 完全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误读 你作为一个乐迷 你向那个人投射了很多你的情感 你的想法 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没那回事 而且听歌的时候 好多时候也是 它是个自然反应 就有的人就是会 就是排斥一些东西 就是我不喜欢 没有理由的 那比如说古典音乐 不代表更高级的吗 当然是高级了 学术地位吧 应该是高级的 我觉得学术地位而已吧 古典音乐在那个年代 也是流行音乐吧 我理解 当然你可以说 他们也有摇滚啊 他们也有摇滚 像贝多芬就特别 特别表达 于他的方式 其实就是摇滚音乐 但是我是说 但是还是不同的 他们的创作方式 和现在基本上还是不同的 我个人因为太喜欢古典音乐 就是觉得那个音乐 它不仅仅是情绪上的 至少它有智慧 我觉得这个是 比如说它古典音乐 通常是有一句 一个小的一个短句 往了变奏发展 往了以后 逐渐地呈现 它的那个样貌的那种能力 现在基本上 也还是重复这个 但是说实话 现在东西要略简单了 然后一个流行歌 三分钟 其中一半是重复的 我们一首流行歌 不几乎都是那几句 竟然写这么短一个东西 都要死 这太可怕了 过去那个长度的作品 一部交响乐 那就不要活了 不过是 我觉得时代不同 像我小的时候 刚好有合成器 改革开放 你可以谈到这些东西 我就自然就成为 那个想要变革的人 就是时代给你这个 而且没有竞争 那个时候就是 你只要有一点点才华 都是被放大 觉得太厉害了 想起来都觉得怎么厉害了 那现在的人就比较难 现在年轻人就 他们也比我们更有钱 可以听更多好的东西 完了以后 就是和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好像这个是仅有的 你能享受的东西 现在就都已经不那样了 学习的方式也改变了 所以就是它确实不太好沟通 比如电子现在就比较火 那就什么古典 你跟他听 因为一个古典 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乐器 你要想练出一点东西来 没有十几年时间 你想都不用想 还有一些是 如果你不是从小练 都可能没用了 它是需要你练成什么样 你必须得从小 现在的人的方式是 我从网上拿一个别人的东西来 但是这个就是潮流 其实和我们学习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喜欢肖邦 我学习他用了十年 终于学到他一个东西 移植到我的音乐里来 现在的人是一秒就拿过来 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一样 当然我说的不是完全拿过来 他还是要变奏 或者去改一些东西 用你的方式理解 但是他就是这个方式 你不开心也没用 大家愿意更快的 这上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不同门类的音乐 互相这种冲撞 我是首先就是不懂 大家对音乐本身不太懂 这个是导致一个核心问题 我不懂什么叫嘻哈 我不懂什么叫古典 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 这个是误会的基础 但是你要说不懂呢 我给你看一段小视频 也表现出我们这样的 也有一种懂 可以放一下 就是说呢 比如说那像我们不懂得看 为什么摇滚要摇头呢 最早他就是那种反抗性在里边 比如说说黑人发明这种音乐 他把中音从前面变成后面 比如说以前是弱强 还是强弱 我也不懂 我也不是理论派 他会把中音调整到 跟你反方向玩 他从音乐根来讲 它是一个反节奏的一个玩法 那慢慢慢慢 他可能更具备的气质是 背叛和批判 首先他的这种批判性特别强 他一定要有 他的一个批判精神 我在这个社会里边 我作为一个音乐从业者 还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要对社会有洞察 有拿出自己的态度 这是最早的一种摇滚乐的一个现状 那么时间推移了嘛 再到中国 第一是大家对本身这种音乐文化的认知程度不够 第二呢 就是我觉得时代在变 中国是一个不能按传统去理解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很多层面上 因为这个信息量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当年等待版权何时回归 我们何时能拿到版权 就是突然MP3伟大的MP3出现了 全世界都崩溃了 那不是我们崩溃 滚石乐队都不知道怎么赚钱了 他们还在研究新产品 YouTube乐队跟什么这个各种东西合作 找新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途径 就是当我们等待传统的回归 等待这种文化的集结的时候 时代变了 这种冲击 让这一群人 牺牲者非常多 你知道就是 其实说到根本上 因为我暴露我在这方面的无知 我真是外行 我觉得说到底啊 还是个音乐人口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没看啊 上次他们有人讲说 亚东有一次 他们觉得也挺可乐的 就是说 亚东想教大家一个 就是你说这个反节奏 就是我们该怎么给摇滚乐队 这个叫好吧 或者是 内气我看 是吧 说好像怎么教 这个这个也教不会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我记得早期 有人有种看法 不一定正确了 就说我们这个汉族人 是不是天生啊 高晓松说的 这个 节拍不对 他还那么节奏感不行 还是说这个音乐细胞上 有点问题 就是他不能跟着 那个正确的节奏摇摆 他找不准这个点 甚至有人说 说这是个旋律性的民族 我就不知道 比如说你在音乐节上 演出的时候 你认为台下的反应 表现出 他们是懂你的音乐的吗 这话反正得得罪人要说什么 你需要人家懂吗 你不需要人跟着你一块唱吧 他们太烦这个吧 这些特别 你们看着很酷的 那帮他搞个滚的 哇天天就是那种重金属 不能说风格了 德顿 就是哗哗 特别摇滚的人 就卡罗K流行歌 一个会比一个多 因为他也得要舒服 在你的心上 自由地飞翔 他就是舒展 他也知道卡罗K舒服 对啊 唱首刘德华的来生源 也陶冶情操 也回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那不是说在台上 总是那样 但是台上那个 他认为 他是要传达的信号 我要传达给别人的 台下有东西 是自己要享受的 对 但是这是台上的人 你说 没有 我忍不住说 就是我老觉得 像那个摇滚音乐会 我就特烦 变成卡罗K大会 像Rak & Roll 最早开始的时候 Blues 就是美国二人转 对 很简单 对 这个解释特别好 对 他没那么多 音乐不需要承载 那么沉重的东西 他就是节奏 就是爽 开心玩玩 你认为他是不加思考 说出来的话 其实是有他自己的 那个味道在 做黑人的那个 像 那个谁 像Track Berry 那个压布 弹着吉他 做的那个动作 是他整体的那个东西 会感染你 后来就是 我们会 总是想要让音乐 承载一些东西 他其实 他音乐本来就很美 比如节奏是美的 你听了一个节奏 你就想动 这就是音乐的美 可是我们后来 就变成说 好吧 仅有这个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是 怎么说感官 感官享受 去给你看颜色 好看 你喜欢 你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感动 但是像您刚才 放的那些 比如说 民谣的 就会苦苦的 就感觉特别穷 特别落魄 嘻哈 就是大金链子 那个 就是 抹袖 对 像东北人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表面 这个都是 符号 对 就是符号 其实还挺无聊的 还是要说 其实 就是 就是我 其实是特别害怕 那个歌是套路的 愿意 比如他们乐队 你广是名字 对我来说 我已经 就是特别喜欢 我看过他们演出 因为二手玫瑰 哇 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二手玫瑰 这个其实特别容易 最早就是来北京 看过很多当时的 这个音乐人 包括主流和非主流的 我觉得就是都在 copy 那个年代 但是对 那个是 过程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没有 流行音乐的基础 这本来就是听国外来的 我们当然会有一个 学习和 吸收的过程 但是过了两千年之后 我认为这个桥段 大家应该发生变化了 如果再是那样的话 可能就有点 无趣了 就当二手 与其说是一个反讽 也有一个警醒的意思 或者说 现在再解读的话 二手的东西 可能才是最好的 没错 每个时代解读 玫瑰呢 对于那年代的我 那就是个梦 对 从东北乡村里出来 其实我觉得 他说的特别好 因为我不知道 是怎么想 其实现在 大多数歌 还是东拼西凑 都是二手货 都是大家拼来拼去 那其实这个时代 也大家不要提什么原创 你能够做最好的拼贴 或者说把不同的元素 能够重新混合 那跟DJ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就是啊 这是他们的时代啊 你可以不高兴 但是对不起 你逆转不了这个事实 这就是像你看 当代艺术里 现在有一种现成品 这原样拿来 但是我赋予它 重新的关系 和这个意义 但是这个里面 你仍然能看出 小众与大众 你知道我有一哥们啊 就是喜欢电音 那喜欢电音 就是蹦迪啊 全世界音乐节 他都去 一直到现在 跟小孩们玩 他就发现啊 他说你知道这个 就是因为他玩了 他玩了几十年了 他说我们那一辈的 全世界的十大DJ 和今天的排行榜上 这个DJ啊 他说我观察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他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DJ啊 你看着他像个工程师 就穿这个T恤 他也不跟你什么交流 也就是最多弄两下 他就是在忙着一堆机器 给你打 然后底下的这个观众 就在那边跳舞的 就如痴如醉 他说我现在发现 现在的排名的DJ啊 表演性强了 他们这个甚至有的 就是小亮仔 甚至这打着打着叠啊 就跳到台上 哈哈哈哈 然后呼应 然后他说我去参加 这个世界这个青年音乐节 他说我就发现呢 我以为就说 玩电音呢 就是小众嘛 怎么会有全世界 十几万的青年都去 后来他说啊 那个里边分成好多会场 其中呢 这个最大的会场 几十几万人的 这个主会场 他明白了 这个里面也有主流 后来 当然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们是内行啊 他的分析对不对 他说我后来明白了 这还是流行歌曲啊 就是最大多数的 那十几万人的场子 他们最欢迎那个DJ啊 他还是就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的 你知道吗 那种 那大家最happy 他说但是其实我们原来听的 那叫一个什么 trance 还是叫什么 他说我有时候 我跑到一个小的场子 才会发现 那个是我们喜欢的 就是感觉 简直都没旋律了 真的就是纯的节奏 他觉得特别有力道 什么的 你看连这个电音里边 就是 你觉得旋律 是不是个特别大众化的东西 一定是的 因为旋律的跟随感特别强 但是节奏其实也一样 对啊 所以我就想起你刚才讲的 这个得罪人的话 你还没说呢 不是 就是你 你观察你去很多音乐节啊 因为我想了解 中国人现在的音乐生活 我觉得就是拿这个 现场例子 举例子来讲 我们一开始 今年巡演的就是15站 然后呢 有好多站就是 大概开票几天就树心了 但是自己还挺沾沾自喜 说是不是 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一盆凉水给我泼起来 他说梁龙你知道为什么你票 一旦卖的好 就接了就继续卖的好吗 我说为什么 因为这帮歌迷会分析 哪一个现场来人能跳水 跳水 跳水 就是从舞台边上站起来 往下跳 歌迷接了就传了 对对对 就叫跳水 说那个票卖的少的呀 他跳不了 还有这个 就是梁龙你太客气了 摔了摔低下来就好 就是这里面有一部分人 是一看二手卖太快了 好像瘦心了 赶快买 他这场一定能跳水 就我能玩得特别开心 我能嗨得特别高兴 你跳过吗 跳过一次 结果呢 还行那天挺文明的 结住了 结果送回来了 对 对对 但这女主持人见了别跳水 因为就发生了各种奇怪的情况 有都能接水都接不住 但是你看 这个就让我特别反思 其实现在 起码现在90后或者00后 他就放松心能又更多了 像我最早我刚起演出70后 他不会干别 他只会眼睛去看着你 他觉得你在唱到心里那句话 玩了伤我那个年代的人 是那样的 对 现在呢 有没有这样的 有 我见过90后写20多文章 吓了我一跳 就跟个 跟个哲学家是写的 都 我跟他说了 误读了 我没那么好 对 但是那有这种纯玩的心态 那你说他们是喜欢音乐吗 应该也是喜欢 他们要他们一个过瘾的现场 他是不是是个party 是个party 他要他自己的欢乐 对 是吧 对对对 其实任何音乐都有心而上学 都有深刻的一面 像那个亚东老师说的 这个我完全承认 还有好多年前 03年是02年 那会儿迷迪在学校举办 不是像在大音乐节 去之后前面站了一排头发 头肠过息的感觉那帮人 他也不管谁演 他只有一个姿势 那你说这是深刻吗 这跟深刻有什么关系啊 就不觉得那有什么深刻 他们就是甩去了 但是确实确实显得比 普通的路边野敌高档点 这咱们确得承认 对从气质上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说 我是不懂啊 我专门还问了好几个 这个身边年轻人 你看有个年轻人 他就说 就说好听不好听吧 你说摇滚 许微的好听啊 他比如说 平克弗洛伊德 平弗洛伊 对吧 好听啊 他确实就是很震撼我呀 这个是没问题啊 他说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比如说有一个乐队 叫涅槃 能关呢 他给我放 他说你说 我没法觉得 那个一听就 这种重金属的这种 他说 他说我是不懂吧 我怎么也不能认为 这为什么是好听 我自己瞎猜呀 都你帮我指教指教啊 就是说 是不是像有些摇滚 他跟状态和环境有关 会不会是有些 所谓太闹的太硬的 比方说 他不是你这个 小卓怡情的时候 轻的 是不是非得在现场演唱的 您刚才说 那个像平克 就平克弗洛伊德 像这种队 就是他们 他们的来源 就是 他们灵感来源 那个面相特别宽 他们每一个人都 都是单独 都是大师 所以他结合在一起 他是会做出特别多 开创一个时代的事情 比如像后面的radiohead 做像okcomputer 其实都是从那个里面来的 他们是那种 从各个地方能吸收来灵感的 像科本那种就是属于 他在燃烧他自己而已 他可能没有什么办法 你不能说他是 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通透 他就是那样 那也是他的局限 像灿烂剑烦那句话一样 他可能就是 对 他就是 那个后果 完蛋就给自己烧死 非常非常强 像你比如说 我是那么喜欢音乐性的人 就我有一次 就是我为不好生病住院的 那一个月 我天天都在听他们 按说你的心情都那么灰暗 可是只有那个歌是对 我听了整整一个月 然后病好了吗 好了 就是能治胃病 他给你的是那个怎么说 是一个 就很难说清楚的一个力量 这真是 心情的好坏和伤口愈合 是绝对有关系的 有 刚刚我接那个姚老师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70后吧 我们是通过什么都不懂 然后动一下吸一下 最后可能还得误打误撞 接触了一些东西 然后你选择哪个 哪个你喜欢 哪个你不喜欢 这个过程是挺尴尬的 其实可能一生 你都没找到 你真正喜欢的东西 对 你没有看到个正确的朋友 我给你推荐 国外的孩子不是 父母就很放松 今天跟你聊了布鲁斯 明天给你听 这是哪弯呢 或者这是古典乐 这孩子也是稀里糊涂 你看那么小的孩子 根本不知道 但是他有选择权 这个很重要 他可能他打小就说 这闹的我可能偏喜欢点 那个 我觉得有点净 我们小时听不见 我们小时那个选择东西 太局限了 现在好像东西多了 可是父母还没到 那个历练的过程 你觉得这个闹的怎么欣赏 你比如说 你说Codeplay 喜欢很容易 那听就是好听 但是你讲这个Radiohead 可能好像就觉得 不是那种通常的美的 你比如说 你二手玫瑰也是 很多时候别人说 是怪腔怪调 对 就是我们可以 用一个画面来想 就是早上有好几种画面 一种是放的 非常优雅的音乐 然后他也到窗边 就拿着牙刷 他的一天是从这种 特别平和的生活开始的 还有一种就是中金属 他也去那个窗口 拿着牙刷 他的一天是从激情开始 但是我无法理解二手玫瑰 看着那个牙刷 在一个窗口 阴阳怪气的听出歌 那一天是从哪开始 其实我对自己的是 有宿命论的 二手玫瑰不可能成为 一个superstar 他不具备那种 就是传唱性 但是我们 比如对我的要求是 他应该是个艺术品 他将来是中国的 平克弗洛伊德 他是就是 我会往艺术品的方向 去推介自己 或者是在所谓的 就是说 黄绿元说过一句话 我前经纪人说 进入中国摇滚时很容易 进入中国文化时很难 对我希望就是 中国应该有 他自己专属的 当代音乐文化史 不光是摇滚乐 就是我们有对音乐的 一个普世价值的 一个东西 能推介给这个市场 这个是解决 不仅是解决 是让根 产生更好的基因的可能性 那他这个志向存高远了 所以说就活不了了 越高远就完蛋 我就理解 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那个状态 就有点像 你像相机宣志里面讲 那个人的状态 他说这个明然误作 炎养笑歌 就讲一个人 你安安静静坐在那里 然后你自己忽然想 抬头就吼两声 就是那个状态 就是那种特别原初的 那种东西 有的时候 你得跟他同频 或者你跟他有 同样的状态 比方说 他有些时候 这个嚎叫 他嚎叫 实际你也可以说 是一种发泄 也可以说 是一种解放 那么对于 不习惯解放的人来说 他就觉得 这是你反叛 但是呢 如果你心中也堵的话 你跟他同样一个状态 你觉得他吼出来 你想吼的 是不是 他这样就实现了一种同频 但是亚东 你比如说 你这么安静的人 你能说说 音乐对于你的生命 的作用是什么 我觉得生活无聊 或者说 有时候觉得活得特别累 没完没了的麻烦 其实在音乐也一样 比如说 有的时候 我听一个音乐会感动 特别感动 可是过后呢 我又会觉得 哇好做作 这个东西让我又不喜欢 其实就是 有点俗 对 就我其实不太喜欢 联盟这种 就结成某一个帮派什么 就也不混圈子 就滚圈也认识 流行圈也认识 我就不爱 就是 如果我觉得 对一个东西熟悉的时候 我就想转到别的地方去 我想听不一样的东西 大概是对 找一个乐趣 并没有说 就是听这个音乐 此刻能带给你 很好的感受 让你觉得 活得有意义 突然比那个世俗生活 好像变得高雅了许多 我也喜欢 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 好无聊 我就想追求你说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让我 特别本能的那个东西 但是那个是 确实是被压制的 我们这一代 因为我比他大嘛 所以就是压制自己 已经成为习惯 对 你不大能放开 你特别想 所以有的时候是 就是纠结 纠结 纠结 我要不要放开 就我看他们演出 就是我 我看过一次 他们演出 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哎呦 真是这样啊 对 我是说 我是要去跳起来呢 还是 满地打滚 对 就是 就解放那个东西 是挺难的 对 你觉得摇滚乐的受众 是不是需要有这种 解放自己的欲望 肯定是这样的 他们不觉得 这是一个很羞涩的东西 他们来 就是我就来玩的了 而且甚至于 就是有的女孩 自己放在喇叭里 放在循环播放 说找男朋友 专门找男朋友 他已经超越了 我觉得已经超越了 我演出的层面了 但是他们就因为 这个东西 就是我来现场 我就是好玩 他就还是说的 那个好玩 就是派对嘛 对 去派对 我觉得现在 对 我有一个 就是不是很成熟的想法 就是老觉得 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 哎呦 很讨厌这个词 虽然就是 就是一个 没有殿堂的 这个时代 就是什么 都是个派对 我有时候 经常看我书 加上书 我觉得那些作家 活在这个年代 肯定成为不了 这个网红 就肯定没有人 不会那么 那么去流传 就是你会觉得 现在什么东西 都是以它的流传性 流通性 就是或者说 我能在这个里头的参与感 我能来听听演唱会 我是个派对 我不管你唱什么 我在底下 有能有我的参与 我的我的欢乐